最令人心源一马的女人 除了芳华绝代的大美人 还有才华横溢的举世才女 就像李清照 九富盛名的古代才女 此曲中一字一句都直击灵魂 作品流芳千古 也像宋美玲 写的字句都像开在白纸上的花朵 像读者渲染着人世间最美的感情 还有琼瑶 虽然不少人吐槽她的小说狗血 但那刺激的情节 峰回路转之际 哪个读者不为角色的命运抓心挠肺呢 这些女人们也许皮囊 比不上大美人美艳 但因为才情 绝艳而格外的迷人 艺书也是这样的人 是香港文坛中难得的玫瑰花 香港文坛有三个非常著名的作者 武侠金庸 科幻倪筐 以及言情艺书 这三位不同的领域发着光 但都在自己的事业中做到了极致 尤其是艺书小姐 作为唯一的女作家 其锋芒却毫不输 另外两位大拿 在每个向往江湖的人心中 都记着金庸 那么在向往爱情的女生眼中 一直都有艺书的存在 每个女生都在经历青春 在岁月中沉浮 无一步向往着 成为艺书笔下的女主角 就像风一样自由 像河流一样清明 像杂草一样坚强 艺书的作品 每一步都很精彩 给人无数的青春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艺书作品 更精彩的是她自己的人生 比她笔下的每一个女主角 都要来的肆意潇洒 同时也充满着争议 年少成名的她情路坎坷 抛肤弃子 夺闺蜜男友 都是一笔笔陈年旧账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这些沉沉满烂骨子 却无比精彩的艺书往事吧 1946年的上海 诞生了一位未来的文坛女巨匠 就是艺书 艺书的本名叫做尼艺书 尼匡这位科幻巨匠 是她的二哥 艺书很爱自己的二哥 也很爱二哥的朋友 古龙和金庸 也许这就是她成为作家的契机吧 在二哥的举荐下 艺书在14岁的时候 就开始写文章 笔下生花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 艺书的才华注定着 她的不平反 没写几年就比尼匡还要火 才刚上中学 艺书就是报社编辑们 不敢见怪的大佬 虽然天天追着艺书催稿子 但不敢说一句重话 生怕这位大小姐生气 年少成名的艺书是无比骄傲的 骄傲于自己的才华 有着不屑跟任何人比的骄傲 虽然艺书才华横溢 但她的相貌不够美艳 单眼皮厚嘴唇 别人看了也不过夸一句顺眼罢了 也许是这个原因 艺书笔下的女主角 都是风华绝代的大美人 全部都耻美行凶 其实艺书文中的女主角 多多少少都有她性格分成在 比如她的不服输 艺书生平最不喜欢输这个字眼 艺书的时候 艺书因为没有正确回答老师的问题 受到了惩罚 她心中不愤 一回家立马就把所有的课文都背了一遍 艺书性自立 过于早熟 过不惯学校束手束脚的生活 临上高中之际 她就要求退学 气得父母倒养 就在这个时候 金庸给了她一个选择 邀请她来明报当记者 就这样 还没18岁的艺书就顶着娃娃脸 用自己的笔杆子去报社 打天下了 艺书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大明星 写他们的励志生平 写他们的风流运势 就这样一路做到了香港的顶级余计 不管是谁都得给她几分薄面 这就是艺书 永远的肆意张扬 永远的遵从内心 比谁都要爱自己 艺书永远都是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最重心的 在工作上是这样 在感情中也是这样 在艺书17岁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蔡浩全 闹得轰轰烈烈 蔡浩全是一位十分有才华的画家 既能笔下生花 也能笔下生花 让艺书倾心不已 据说 蔡浩全跟五位好友合作 艺书常去探望他们 另外的男人都对艺书非常的热闹 只有蔡浩全十分高冷 不喜欢和他搭枪 一下子就让艺书升起了好胜心 一定要引起蔡浩全的注意力 搞到后面 那一圈人都知道艺书在倒追蔡浩全 在那个时候 这样的明亮的艺书 是很容易得到男人的心的 蔡浩全就这么沦陷了 可惜的是 蔡浩全虽然一身才华 但是家境十分贫寒 口袋里没有几个字 艺书家里十分反对这桩恋情 可艺书是什么人 他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做不了的 他声称家人如果反对的话 他宁可去死 就这样 18岁的艺书与蔡浩全闪婚 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 也许生下孩子的时候 艺书以为自己 可以和蔡浩全幸福一生 可是当初恋激情退去 爱情不再是轰轰烈烈的 反而是柴米油盐的平平淡淡 艺书那样浓烈的性格 注定着他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于是这段婚姻没有超过三年就结束了 艺书把孩子留给了蔡浩全 自己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婚姻的泥沼 艺书也是心狠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很多年后 艺书的孩子 菜边村继承了父母优异的艺术基因 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 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母亲节》 希望能见一见自己三十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 而艺书呢 早就有了新的人生 十分直接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艺书作为母亲很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生下了他 但是他觉得自己更加可悲 没有人因此补偿他年少时的不懂事 不少人觉得不可理喻 但艺书就是这样一个人 相当的自我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 不会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道德绑架而牺牲自己 也许这就是他活得如此潇洒肆意的原因吧 比起任何东西 他最爱的是自己 就是如同得不到的在骚动 一旦得到了 艺书就随手弃之 艺书得到了蔡浩全后 在过得不顺利后 一下子就放弃了 他也陷入了迷茫中 艺书便时常向归中密友郑佩佩 说自己心中的酬绪 也因此认识了郑佩佩的男友岳华 咱们艺书小姐就干了一件非常查理查气的事情 把闺蜜的男友给撬走了 岳华和郑佩佩是娱乐圈中的金童玉女 当时已经交往了五年 感情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只要锄头挖的好 就没有撬不动的墙角 在一次三人出游之际 艺书说有夜盲症 硬要岳华送自己回家 郑佩佩是个实心人 对艺书就像亲姐妹一般 于是就同意了 可没想到的是 艺书眼睛瞎着瞎着 居然摔到了岳华的怀里去了 这件事之后 艺书岳华就经常纠缠不清 背着郑佩佩做着不见光的勾当 艺书的感情注定 每场都要沸沸扬扬 就算抢了闺蜜男友也不例外 到最后艺书赢了 1969年郑佩佩遭到友情爱情的双重背叛 心碎不已 便远走美国嫁人了 虽然艺书得到了岳华 可能是因为得到的手段 不甚光彩 艺书总是害怕岳华与郑佩佩就情复燃 一旦外界提起这件事 艺书总会发大小姐脾气 把岳华的衣服剪得稀巴烂 甚至在床上心脏的位置插了一把刀 以此来警示岳华 但没过多久 婚姻不是很顺利的郑佩佩 给岳华写了一封哭诉的信 其实内容并不暧昧 艺书非常直接的把这封信曝光了 让郑佩佩站不住脚 婚姻险些破裂 非常的难看 艺书总是这样 她的性格刚烈 她的怒火能烧毁一切的东西 烧掉了她和郑佩佩的友情 也烧掉了她和岳华的爱情 岳华对于偏激的艺书忍无可忍 直接提出了分手 她能容忍艺书的怒火烧毁自己 无法忍耐艺书影响到他人的家庭 艺书总是这样 前半生活在浓烈 就像一把利刃伤人伤己 她笔下女主得到的爱情 不说甜蜜 但也是体面的 但现实中的艺书 两段感情都不算体面 甚至是闹得难看至极 也许 就是从这两段感情经历中 吃到了爱情的苦 犹如一把利刃的艺书 给自己装上了刀笑 藏起了自己的锋芒 在艺书迈过40岁大观之际 她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归宿 通过相亲认识了港大的一位教授 姓梁 梁教授非常友善宽厚 与藏起锋芒的艺书相处甚好 也许是前两段感情的经历 艺书这一段感情平平淡淡 步入了婚姻殿堂 过着普通人一样的日子 他们低调的结婚 然后去美国定居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艺书40多岁 采取人工受精的手段 才得了一颗明珠 可谓是老棒生猪 疼得不得了 比起她18岁抛弃的儿子 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艺书其实是很满意自己最后的婚姻 她认为人的一生应该结两次 一次在少年时 一次在中年时 这样才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艺书就是这么做的 她归于平淡 不像年轻时那样搅动风云 不再用刻薄的语气评价明星 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说一些爆炸性言论 而是用自己的笔杆子 完成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用文字来给外界传达她现在的生活 也有读者认为 现在的艺书虽然保持着自己的高产 近几年平均每年都有六部作品要出版 但文字早已经不再直措人心了 沉醉在温柔箱里面的她 已经写不出荡气回肠的文字了 到底是什么让艺书改变得如此彻底 那个年轻时爆裂的小辣椒 已经成为了一滩温柔的水 对着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释放着所有的温柔 也许这就是婚姻和时间的力量吧 现在的艺书享受着稳定的生活 不再是那个拿着整月稿费 去买一套化妆品牌的小姑娘了 艺书更看重的是眼下 她不愿意打破现在生活的平静 更不愿意打破现在家庭的结构 也许这就是对于 儿子菜边村想要见面的愿望 置之不理的原因吧 她害怕一旦母子见面 她会抑制不住心中的母爱 会让她现在拥有的幸福家庭破裂 艺书依旧是艺书 既然晚年心情平淡 但最爱的依旧是她自己 别人的幸福或者是愿望 都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就同她笔下的艺书女郎 永远把自己放在爱情前面 先拥有快乐的心情和稳定的事业 才会迎来真正的爱情 这也是艺书最想交给读者们的吧 年轻的姑娘们 不要过分依赖爱情 而是要像艺书一样爱自己 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 感谢观看